说到剑美界最会练背的运动员,那德里赫必须算上一个。 这是他最近的背部训练视频,第一个动作是高位下达,这个小把手还是真的很别致。 接下来是宽具下达,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身体的暴动幅度,他到底有没有接力呢? 今天的训练容量是真的不小,第三个还是高拉,换成了V字形把手。 德里克的背一直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厚实,其实他宽度也不小。 兄弟们,你们要是不能感受他的背有多大,就和他的脑袋对比一下。 如果把直臂下压的动作加快速度,不知大家能不能看出,德里克的后背颜色已经有了变化。 180公斤的杠铃划船之前,德里克还得来点绣炎,当然这个重量还远远没有到头。 在完成260公斤架上硬拉的时候,这个后背又开始变色了。 最后是器械类的划船收尾,兄弟们觉得今年的奥赛冠军德里克有没有技呀?